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羊 我們現在打以格之做魔力 這個是瑪列斯的地獄集齁 之前就有跟大家說過它是一張平民神卡 所以一定要去刷 這邊帶大家用鬼滅之刃的1%大獎炭之狼來通關 這邊是為了解五屬成就才帶了麗花若香奈呼啦 他不是非常必要齁 那龍科幫我帶自己的武裝就可以了 那值得注意的是張美幫我帶蛋糕或者是人族武裝 反正就是要讓他進場的時候減1CD就對了 我們要在第一關的時候就把他打開 那這邊第一關的話是兩隻小丑素材 這邊的話我們就等到他CD1的時候再進攻 就是要偷這五回合 小豆子跳就可以開了 就等到他CD1不要洗過頭 CD1的時候就可以進攻了 這邊把張美打開 接著把炭治郎也打開 變身也給他變下去 那就直接空轉就好 版面是幫你排好好的 OK 這邊直接帶走 再來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他是會鎖技 因為這邊我們開了張美所以他沒被鎖 然後他有一個克屬盾 他現在是水 我們等他轉成火的時候再直接一波帶走 現在轉成火那就是直接去帶走了 這邊就是全力轉 這邊就直接帶走沒問題 那等一下第三關的話是大魚等於九康 然後他會給你碎裂 那這邊二血他會引爆光來射擊你的符石 雖然你炭治郎兩隻都變身下去是可以直接無視射擊的 不過我想要把另一隻炭治郎留在二血用 所以我們這邊先開大豆子 然後把炭治郎一消打開 那開炭治郎一消之後就是盡力去把水火切割開來 這樣子的話 九康比較不會是壓力 炭治郎這個一消真的算還蠻好用的啦 加上對面是魔族所以傷害一定夠 只要你有轉到九康 接著是二三盾 這隻就三回合內把他帶走就好 基本上也是算沒有壓力啦 這隻是同歸於盡的敵技 還蠻奇妙的 這樣子二三 OK 這邊的話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三回合內把他帶走就好 再來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會讓你回復減弱90% 然後命懸一線 這邊也不用擔心 因為炭治郎是靠特殊方式來回血的 所以就直接轉就好 不用害怕齁 只要轉到紅綠燈 就好了 加上說這一隻 欸這一隻不是魔族 這一隻是機械齁 不過沒關係 傷害夠 傷害夠就好了 來接著第五關 好第五關是不能手消火 然後他這個燃燒直接去嚕沒關係 炭治郎不怕火 好 阿記得不要手消到火珠 就沒事了齁 這邊就稍微疊一下 OK 來接著第二條血是凍結盾 沒有凍結傷害剩10% 那你如果有凍結 他的燃燒也會消失 不過沒關係 炭治郎不怕燒 我剛剛有說齁 那這邊看一下香奈呼 把火稍微炸掉一下 那接著就是不要去手消到火就好了 這個應該 不會再消到火了吧 這個火已經很少 少得很誇張了 好 這樣子 那雖然傷害剩10%啦 不過沒有關係 可以看到有了小豆子的加持 這個傷害也是直接灌過去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 累積消15顆木齁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慢慢去把它消掉就好 只要注意一點啦 他是會循環累積的 然後會鎖定你的火珠 這樣就好 就稍微記一下 因為說真的啦 他也打不死你 所以你慢慢跟他耗是允許的齁 只是你要特別注意一件事就是 你消到的時候啦 他如果CD歸零 這樣是會重置的齁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去轉 趕快多去消一點木齁 當然你可以把髒梅打開啦 這樣子會快速一點點 我們現在就把髒梅打開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回就可以累積到了 那累積到之後 這邊我們先避開那個齁 鎖定的珠子 不要去消鎖定的珠子 好 這邊有點危險 我想一下要怎麼處理他齁 因為他是會無限回血 我們這邊把豆子關掉 關掉之後再打開 然後把炭治郎二技開下去 好 這樣讓他天降持續去消除珠子齁 這樣也不會被鎖定的珠子影響了 好 剛好這一個 二技的持續一消 會帶到王關 那我們王關也可以利用這一點來進行攻擊齁 會比較順 順很多 王關是要大於等於石康 然後你鎖過去會變成問號 不過這邊其實你也不用鎖太多啦 你如果有看好版面你就鎖 阿沒有的話就隨便鎖放開就好 反正他是持續天降的 高機率大於石康啦 對因為他是水火一消齁 到一定數量才會停下來 好 這邊一血就只有這一個技能齁 石康跟隱藏軌跡 好這邊就直接帶走 加上這一隻是魔族 所以那個傷害應該是挺爽的阿 好接著二血是五屬強化盾 那之前有跟大家講啦 你要無視五屬要嘛一到三康 要嘛就是大於等於九康齁 那這邊的話把一技開下去 變成也開下去 那最好的方法當然是不要去硬切啦 就直接空轉 反正他都幫你排好石康了齁 可以直接無視過去 好啦以上鬼滅之刃 單程就配置 通關來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